關西菩薩是這樣子 祂很慈悲 你想要什麼 祂就給你什麼 你想要什麼 祂就給你什麼 你想要這個人病好 你就觀想這個人 躺在病攤上 然後呢 慢慢的坐起來 站起來 然後很快的 祂就全身全力 觀想自己的病 自己在裡面 觀想著自己的病 好了 紅腿消滅 癌症瘤 它消除了 在足以保住裡面 你把自己關進去 觀想進去 然後再觀想 你身上的瘤 身上的癌症 沒有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想 很好的觀想 你要病好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對 也可以做超度 也可以做超度 你把這個 往生的人 觀想在如意保足之中 然後呢 它站在如意保足裡面的 你的年華之上 然後往上 然後 西空中飛 到達了佛國 淨土 你可以做這樣子的觀想 很多的觀想 可以用你的念頭 心意 性觀想出來 這個如意保足法 也就是 白衣大士 如意保足 萬一 它鎖上的 如意保足 你把它變成 自己的如意保足 同樣的 這樣子的觀想 你自己 甚至你 變成白衣大士 你叫就是這樣子 叫你用觀想的方法 用這本來 用你腦海的觀想 用你嘴巴瓷的咒 用你的雙左橫移的鎖定 這個叫做 觀想清淨 意念清淨 你念的咒清淨 你心中發出來的力量清淨 你身體的力量清淨 解鎖定 就是身體的力量清淨 想念 就是觀想的清淨 念中 就是口的清淨 以這三個清淨的力量 結合起來 把它實現 變成如意 變成你自己的人的慾寶 我這樣子講 應該大家都會清楚